大家好我是文明刚刚看到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是中国的这个门户网站网易的一个报道 这个消息呢已经在这个网易的网站里面被删除了 什么消息呢就简单讲 就是截止今年的3月份 到3月份还没结束 就是到3月份现在这样的情况 中国有300个城市的这个住宅用地的土地出让金 与去年同时期相比的话呢 下降了92.9% 我再说一遍这个数字下降了92.9% 就整个这个土地出让金 住宅用地土地出让金 就在这些城市当中就基本上要清零了 要归于这个零了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92.9%这个数字 对吧 这个大家想一想这个状况 以前都说什么腰战 然后七战 然后呢又是这个脚踝战 现在这个就是什么呢 脚面战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基本上就没有了 往后的情况大家可想而知 咱们基本上可以算一下账 就对于这些城市来讲 就是说地方城市 它的这个财政收入的 以前来讲80% 80%是来自于土地出让金 和一些和房地产相关的这个税费 80% 那现在整个房地产整体这个不景气 那么整体这个土地出让金大规模的这个减少 那么比如说这个城市的财政收入 有这个100块钱 比如说那就是说土地出让金包括这个和房地产相关的这个业务的占80块 占80% 80% 那80块当中 咱们大致算吧 可能70就没有了 还剩10块钱 然后呢 其他部分还剩20块 加在一起是30块 那其他部分的20块也不能完全保证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企业都倒闭了 那税收你也收不上来 对不对 那其他部分可能也减少很多 但是呢 地方政府他可能会采取这个罚款的大规模罚款的方式 那么我们假设哈 就那个剩下的20块还能保住 那么加起来就剩30块钱了 100块钱的时候就剩30块钱了 就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想想这个城市怎么维持 那么往下呢 会越来越严重 就是这个土地出让金包括和房地产相关的这个税费 它最终几乎是要清零的 你现在看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太多了 对吧 中国政府自己也做了有6亿栋 不是6亿套 6亿栋这么多房子 还有那么多房子烂尾 哪有开发商 还有心思去盖房子 这土地出让金 包括这个房屋税费 几乎会往后会接近零 那么罚款呢 这个也罚不了 你不能总罚啊 是不是 总罚也没有那么多了 对不对 罚款这个也强远不了 那么其他的这个税费呢 外资在撤 然后民营企业在倒闭 对不对 然后呢 很多这个费用税费也在不断的降低 很快很快 就可能这100块钱 就剩就剩个10块钱 8块钱 7块钱 这样的一个收入了 大家自己想想 如果你的家庭收入 一下子整体收入降低了90% 甚至95% 那整个这个家庭怎么维持 这就是整个中国目前的地方财政 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面临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情况的话 整体上消费支出是很难降低的 对吧 一个支出的很大一块 就是这些官老爷们 这些公务员们 对不对 包括退休的一些人员 他们的这个工资 工资怎么样降低呢 怎么降低 对不对 给谁不给谁 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 整体大规模的这个支出 还是要维持的 你城市 卫生是要打扫的 对不对 各个方面公交 还要在一定程度维持 你说这个城市像去年已经出现这种情况 就没人打扫卫生了 那你说这个情况 那不直接就打脸习近平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事情都很难维持 很难维持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转移支付 这块也不行了 以前靠一些东南海城市的 这个富裕省份转移支付 现在这一块也很难维持了 对吧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 最近我一直在提上海的城市的这个变化 对不对 连这个就是很多高端的这个百货商店 都要关门了 外国人在大量大规模的撤离 对吧 上海可能自己财政都要出现这个亏空了 怎么去给人家提供这个转移支付呢 是吧 那外来的钱没有了 怎么维持 再加上 再加上就很多地方政府 还有很多这个就是说债务 城投公司的债务 那是得拿真金白银去还呢 最近我也看到这个消息 就很多地方政府借的这个新债 几乎80%左右都是在还旧债 就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了 你可以想想地方财政那个状况 大家想一想啊 大量的这个减少 减少到以前的20% 甚至减少10% 然后呢 以前有援助的这个转移支付也没有了 然后还要签那么多债务 还得不断的去还钱 然后呢 这些公务员 警察 维稳力量 退休人员 这些党政官的老爷们 还一个劲儿都要钱 你说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是相当相当难的 这一步这一块 对不对 然后其实去年吧 这个事情就已经出现了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去年的这个 我是印象非常深刻 我这两年一直在盯着这些事 比如去年武汉的那个财政局 大家还记得吗 直接打广告 报纸上打广告 这都是真事 大家好好去想想 你都能都能找到 一整幅的一整篇的广告 就是管这些企业要债 我借给你谁钱了 你从谁冲我是财政局大学 你赶紧还给我 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 你说这习近平的脸放在哪 当时我就讲 这些事情打到这些企业身上 腾在习近平的脸上 当时我还记得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当时为了 去扮演所谓的什么万国来朝 当时在中亚 不是在那个西安开个中亚峰会 来那拍上 就在那同一时间左右 就很多地方才能出现问题了 当时好像是贵州 我记得好像是 他就玩了一把 死给你看这样的游戏 对不对 就是我们不行了 你看着办 你要不帮我们 我们这就完了 你看习近平你怎么办 就是这样 包括还有一些 贫困省份的城头 直接跑到上海去要钱 绕过上面以后 去年 已经是一桩桩 一件件一幕幕 发生了很多很多 让人觉得瞠目结舌的 因为地方财政枯竭 产生的一些事情 包括很多公共团 就有一部分公共团 自己去借贷给自己发工资 这样的事情都已经出现了 那么今年 今年是个什么情况 说92.9%这个数字 真的是已经是很吓人了 而且我觉得可能有些地方 可能真的就是 一块地都卖不出去 今年已经听说了 很多地方你怎么卖 对吧 恒大都那个样子 碧桩都那个样子 连万科都要不行 都要趴下了 你这个地卖给谁 谁那么傻 去才盖房子 那一大堆烂尾的房子 都收拾不过来 你还去盖新房子 我就想不出来 可能有一些大城市 一线城市 一些个别地段 可能可以 但是那些三四五六线 五六七八线城市 它还干什么房子 对不对 很多中国东北的房子 那一套就一两万 就下来了 是吧 所以说呢 到底从哪出来钱呢 没有办法 对吧 那习近平以前 通过转移支付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控制整个地方的 这些诸侯们 现在你转移支付 也不行了 习近平你说 拿什么去控制地方的 这些人呢 对吧 所以说实在的地方 跟中央 不就是一个钱的关系吗 你没有钱 你凭什么 就是说对我 要五合六了呢 是不是 愿意公司领导 似的 你也不给我钱 然后你还让我干活 还得让我听你的 还得让我忠重于你 哪有那样的事 对吧 这是目前整个中国社会 面临的非常非常 复杂的情况 还有很多小县城 去年大家也看到 他其实就是靠这些公务员 发工资 勉强能够维持 这个地方的 这个就是经济运作 如果这些公务员 都没有钱花的话 你这个城市 那就彻底完了 那小县城 就彻底完了 这些事情 有很多人说 你这是危言耸听 其实真不是 真的是这样 你说这个文章 我下降了92.9% 有人就问了 那你咋知道呢 真的假的 你能你证实了吗 你能证实吗 对不对 反正我确实是证实不了 但是你这个文章 你要是觉得 没有问题 你为啥删除它 你删除它的什么意思 是不是 最近这一 从今年年初开始 中国整体的经济 就刚才今天我还说了 就钢铁煤炭 包括水 你的价格也在往下走 包括人民币也在暴跌 对不对 股市也在下行 一切的一切都在快速的 朝着那个负面的方向 加速的在进行当中 你看习近平最近多老实 好像他也不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跟在家想想办法了 谁知道吗 整体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 反正就是现在中国的变化 咱们得时时刻刻盯着 好了 我时时刻刻 看到有什么消息 就给大家通报一下 整体这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